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是 万物生生 一个企业未来能走多远 就看这三点 历经四十周年风雨激荡 TCL一直坚持科技创新 为美好生活制造更多想象 一起来听 前几天看到一则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 2021TCL全球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 TCL的创始人董事长李东升先生说 我们决心用五年的时间 将TCL科技和TCL实业 打造成真正的世界五百强 要知道 中国是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消费市场 没有哪个经济体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只有中国的强大制造业 能满足世界的需求 所以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 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在五年时间内打造两个世界五百强 这是李东升眼界胸襟胆识的内在布局 更是TCL未来的发展格局 没有伟大的梦想就没有伟大的事业 没有勇敢的进取就没有顶天立地的作为 一个企业未来能走多远 全看它的格局 能承受多大的委屈 之前看大国博弈 书中有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成功的企业注定要受许多委屈 而一个企业的格局有多大 就看它能承受多大的委屈 企业未来能走多远 永远不取决于道路怎样 而是取决于它怎么去走 2004年TCL并购汤姆逊彩点业务 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 年轻的中国电子企业收购生产电视的鼻祖 和制造手机的元老 这是荣光 但更是挑战 由于当时的TCL并不具备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核心能力 所以并购后不久就遭受到了重创 并购后的第二年TCL亏损高达整整9个亿 而这不仅差点把他的创始人李东升逼尽绝地 而且成为了TCL40年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但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基石企业 TCL没有屈服也没有趴下 而是以不认输也不认怂的刚强 吞下委屈柔碎难题 最后赢得了鹰的重胜 后来李东升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直言 跨国并购之后企业真的到了破产边缘 如何破局如何重生 这种煎熬之后的升华 对TCL而言是一次极大的历练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格局小的公司如同只盯着虫子米食的麻雀 只想着内部的利益 所以注定为委屈所累 飞不到白云之间 而格局大的企业就好比心中装满大地山河的熊鹰 能在苦难中砥砺前行 最终翱翔于九天之上 就像TCL从跨国重组的阵痛中吞下了委屈 在最艰难绝望的境地里揉碎了难题 最后新生出来的就是变革转型 浴火重生的格局 能承担多大的责任 财经评论家吕平波先生 要一句名言 如果制造也没有利润 那么整个社会的金钱游戏就都是虚幻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 无论是GDP增长 就业的创造 还是各种金融投资的利润来源 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可以说制造业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基石 次弹危机爆发后 中国的液晶电视业饱受经常缺货 采购成本高支困 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建立中国自己的液晶面板产业 TCL决定进军半导体显示 投资建设华兴光电 虽然外界不断有人说这是一场豪赌 质疑TCL进入液晶面板的成功率不到50% 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来看 制造业将继续承担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的角色 高精尖制造能力上的软硬一体的公司 在未来会很有价值 国家的竞争就是经济的竞争 经济强则国强 TCL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 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驱 必须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所以 进军半导体显示这条路 虽然难 但却是中国制造业前进 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个企业能承担多大的责任 就能负在多大的事业 只有勇于担当肩上的重任 放大自己的格局 才能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正是TCL赶为天下先的责任和担当 使华兴当年打产 当年盈利 并在随后十年间 自线五条大尺寸产线 成功在半导体显示产业 实现全球领先 这一切正验证了那句话 不为山高路远的跋涉者 山川会回馈以最奇袖的景色 不惧风高浪急的弄潮儿 大海将回报以最壮丽的日出 能承载多大的使命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用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这句名言 来形容TCL的成长 再贴切不过了 从一家生产磁带的电气厂 到家与户晓的电话大王 从收购汤姆逊彩电 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后的跨国并购阵痛 到创立华星光电 打破国外电视面板垄断 从布局彩电生产 并以此为依托的中国制造企业 到打破制造和创造的界限 向智能科技企业转型 正是因为TCL不被各种利益的风口所左右 坚持锁定长远发展的大格局精神 才能厚积勃发 立足于这个纷繁杂乱的时代 一个企业的格局有多大 能承载的使命就有多大 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基石企业 TCL在国内市场赢得优势后 立即将目光放到了海外市场 它把自己积累的巨大产能 在全球市场释放了出来 把其科技创新从产品技术端 覆盖到上游材料端 如今的TCL已经实现了产业升级 形成了以TCL事业为核心的智能终端 以TCL华星为核心的半导体显示 以及以中环半导体为核心的半导体光伏 及半导体材料三大业务板块 真正带领实体经济走向了强国之路 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风物尝译放眼亮 能放大格局的企业 才能带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 能摆脱自身局限的人 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 那么平凡如你我 该如何突破底层逻辑 放大自己的格局呢 书籍万物生生会告诉你答案 它是一群敢梦敢为的变革者们 用自己的一生去书写的 一部百折不挠的征战史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解答 企业家李东升的一生 能让你明白普通人该如何逆袭人生 TCL四十年来的故事 会告诉你成功的主客观因素 中国制造业的变革历程 更是直接揭露了什么是真正的上层逻辑 生产性创新是大国经济走向繁荣 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关键所在 善造物者天助之 有坚强的制造业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心里都能不慌 四十年过去了 TCL一路走来 承受过委屈 所以更能坚韧 承担过责任 所以更懂担当 承载过使命 所以更显趣节 中国的制造业正值 走向产业创新高地 走向全球之际 企业的大格局 必将造就制造业未来发展之 新格局 制造业的大格局 也必将成就整个市场 未来发展之新格局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TCL已变革求发展 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 过去已经过去 未来也终将到来 唯一不变的是 中国企业不屈不挠的精神 将永远成绩下去 新火相传 生生不息 好了 今天呢 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